诶 大家好 这个是博士的修泥巴的 叫修泥机 这个是吹叶机 吹叶机 这个Bosch的机器 它的电池非常有力 而且非常耐用 非常喜欢 这个修泥机 这个长度刚刚好 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 这个吹风机呢 它使用也非常简单 这里有一个开关 可以调整风量的大小 这是小风 慢慢的 这个力量也非常大 扫起地来非常有效率 它们都是使用18V的锂电池 吹叶机是Bi Turbo系列 采无刷马达 加Procode电池 有最佳的动力输出 轴流风扇 风量大 功率低 噪音小 这个修泥机 有两个很好的功能 第一个呢 它如果砍到了这种 这种金属的铁条 它就自动保护 它就停机 那如果呢 它砍到一些比较粗的树枝 它觉得砍得断 它会慢慢砍 最后还是可以把它砍断 我们就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我们绑了一根竹子 我们看看这个修泥机 可不可以帮它砍断 很快就帮它砍断了 还不错 好 现在呢 我们改换上钢筋 看这个机器能不能够自己保护起来 哦 停起来了 今天呢 我要来帮我们社区做义工 帮忙修一点围梨 打一点草 还有扫地 最后 开始之前呢 要做好防护 要戴那个防护帽 那我都会先绑个头巾 好 开始 去抢 来吧 去抢 速简单 revealed 很快 给你收到 Intro 通过 报告 4 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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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一個上午之後 簡單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以前剪圍梨 你可以用這個剪 大概我們那個社區 大概剪一整天 你會腰痠背痛 那我今天早上用這個剪 大概一個小時 我們社區的圍梨 就修得乾乾淨淨的 我覺得非常有效率 也剪得蠻好的 今天第一次使用這個催葉機 它不僅精緻輕巧 它BiTurbo系列 搭配這個ProGo電池 就是有利 用這個催葉機來掃地 要比這個 掃把掃地的速度 快大概幾十倍 這個我們社區的阿姨 看我用這個掃地 她非常喜歡 還問我說 能不能夠買一台給她來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個地方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就歡迎大家 訂閱按讚分享 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歡迎大家留言